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口无肉是什么口无肉啊 我们不讲这些这个妄语 奇语 两舌 恶口 不重要的话不讲 聊天 我们好像平时啊 你说聊天 每天到晚去串门子 去聊天 今天讲这个家 明天讲那一家 后天讲那一家 讲个不停 讲个不停 这种聊天 对行者本身是不对的 一个修行人 重要的话讲一讲就好 其他的话不要讲太多 多念佛 持咒 少聊天 少讲是非 这个就是口无肉 当然这几个无肉都关联到这个身口意了 最后的就是身无肉 佛教讲的 这个能够漏尽通啊 漏尽通就是说你已经什么都不漏了 你身体也没有漏了 口也没有漏了 你的意念也没有漏了 心无肉 这个就叫漏尽通 这个就叫漏尽通 是六大神通最后的一通 叫漏尽通 你能够漏尽通 你就成佛了 要是金母也讲啊 要是金母不是这样子讲吗 要是金母说 你从那里漏出去的 就从哪里收回来 现在跟佛教讲的漏尽通是一样的 你不觉得吗 要是金母讲 你哪里漏出去的 从哪里收回来 你如果从心漏出去的 从心收回来 你从口漏出去的 从口漏回来 你从身体漏出去的 从身体漏回来 收回来 跟姚思金母讲的一样 姚思金母的金丹大法 就是你要怎么样 把身口意漏出去的 收回来 收回来 佛陀讲的 心无肉 口无肉 身无肉 岂不是相通的吗 金丹大法 就是要把你的 身口意的肉 然后全部给它停止 而且收回来 这个就是姚思金母的 金丹大法 金丹大法 我们常常讲我们是密教 那是修气宇家式 因为你如果烦恼太多 那就是心漏了 那你必须要养心 养你的心 那你假如是身体漏出去了 你就要顾本 养心 养心 还要顾本 你原来的 不要让它漏出去 甚至于你还要赔气 培养你的气 就是保瓶气 所以一切 密教讲保瓶气 你修保瓶气 你的这个水 渗水 不能让它漏走 你保护你的这个金丹 就是让它的身口意 没有漏走 就是金丹 你把水跟佛互相交融 就是金丹 水和佛互相交融 以后呢 放出光明 就是金丹 你能够成仙成佛 就是金丹 靠的是金丹 这个金丹呢 就是要从 身口意肉 把它收回来 才能够形成金丹 你没有收回来 就绝对是漏掉的 就绝对了 我